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風險中心研究員黃慧子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不遠千里前來 分享我們的台灣2050前三研究系列的沙龍 2050前三研究在台大風險中心 已經支持到了第四年的研究成果了 過去我們三年來運用德爾菲動態的方法 去年我們也舉辦了參與式前瞻工作坊 我們運用這些方法目的其實就是在了解台灣的專家 台灣的青年世代還有我們的新創族群 這些人他們對於台灣的現狀還有台灣的未來的看法 經過我們三年的調查研究 我們發現其實台灣目前正在面臨的是 能源轉型的危機 我們在面臨人口轉型的危機 我們也在面臨數位轉型的危機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人口轉型跟世代的議題 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去年或是今年有沒有發了一個新聞 那這個是去年日本已經修法 放寬日本的民眾可以在年後到75歲才領退休金 那這個意味著日本已經正式宣告進入了他們的銀色勞動力的年代了 那其實台灣對於少子化對於老化這個議題並不陌生 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了 那其實不知道各位曉不曉得在2011年 由我們今天的主獎人林忠宏老師所主寫的一本書 叫做《風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這本書已經問世 那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呢 就是造成了轟動 那也宣集成為一個暢銷書 那這本書呢 他非常清楚地告訴了每位讀者 就是過去政府 他在用對於財團減稅的做法 已經造成了國家的很嚴重的財稅的負擔 那我們的勞動力條件惡化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年輕世代已經面臨了貧窮化的危險 那青年世代的貧窮化也直接的導致了 找子女化這樣的一個後果 所以呢這本書告訴我們 這一眼川的現象其實是基於我們過去20年來 所產生的發展所產生的貢業 那今天呢2021年了 今年已經2021年 這本書已經出版了10年了 那我們非常的榮幸可以邀請到這本書的主要作者 林總鴻老師 那林總鴻老師呢 他是中研院社會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然後也是金大社會所的副教授 同時也是我們台東工選中心2050年 前瞻研究的團隊成員之一 那現在呢就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 就是歡迎我們的林總鴻老師來為我們講解 人口轉型與世代正義的大挑戰 各位午安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演講 然後那個講題其實並不是我非常熟悉的 因為我不是做人口學的 那我等一下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 這會導致觀點上的差異 人口學的分支 其實它含瓜了很多社會科學的其他的學們 那 但是呢 我會從社會學或者是 研究勞動方面的 學者的觀點來看 這個人口議題 因為人口學者常常不是這麼看 等一下我會解釋說 為什麼 這會導致觀點上的差異 那個 各位也知不知道有一個叫做 那個 Marney Ball 那個磨球 那個棒球史上 是棒史上很著名的一個 它是一本書的名字 但它最先叫做Marney Ball 是因為有人已經用電腦去計算 那個球員的表現 跟球隊的勝利之間的關係 所以叫Marney Ball 那 那個故事裡面就是發現 最早就是 運動家隊 美國一個職棒球隊 他們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 以前 以前在打職棒的時候 大家都關注那個 打者的長打力 就是能夠打安打 跟打這個全雷打 這樣子球隊就可以得分 得分勝率高 觀眾多 球隊就賺錢 所以就是打安打 打全雷打 球隊賺錢 球隊多贏球 多賺錢 觀眾多入場 多賺錢 那這裡面呢 就有人發現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想法 邏輯上有一些問題 就是後來 運動家隊發現 就是說 其實人要上雷 要得分 不一定要打長打 不一定要打全雷打 對吧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最重要的是上雷率 上雷率 意味著有些人 他很會選球 他很冷靜 他看到四壞球 保送的機會的時候 他不一定要揮棒 這會降低他的長打率 可是他還是會上雷 還是會得分 換句話說 得分 不得分 跟打不打長打 沒有觀念 那我接下來要講這個 有異曲同工之妙 高不高連化 跟這個社會 會不會面對人口危機 沒有直接歡迎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就是要突破這個 思考上的盲點 那等一下我們會不會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 那 但是呢 我們確實面對人口轉型 跟世代爭議的挑戰 那這個挑戰導致一些結果 包括說超高連化 少知名化 然後這個年後生育 結婚 結婚率下降 流氓上升 等等 但是呢 這個 接下去就是 先談一下說 我們再談的 到底是 這個 等一下演講會包含什麼 主要的問題 主要要解釋的就是說 台灣人口轉型當中的一些原因 跟後果 不是全部的 全部的 如果有人研究出全部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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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能夠研究出全部 其實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只知道其中一些片段 所以我們會講其中一些成因跟後果 並不是講全部 但是呢 我們要等一下會改變的概念就是 其實我們覺得 我自己覺得 人口學所關注的 就像那個 安達律一樣 他們關注一個很清楚的指標 這是高齡化 高齡人口 扶養比 可是那個可能不是我們 當我們關注整個社會的發展的時候 那可能不是我們最關心的 那等一下我會解釋為什麼是這樣 那我們講社會學 其實就是 我個人的定義 不是每個社會學家都這麼認為 就是關注這個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的科學 叫做社會學 所以比較簡化的講法就是 關心貧物差距 那這個 這個 不只是貧物差距 性別的不平等 族群的不平等 健康不平等 人的壽命的不平等 都可能是這個社會學關注的一部分 所以社會學關注的口學 關注的其中一些部分 是有重疊的 最明顯的例子 台灣駐東部的人 比西部的人 要少國七歲 這是一個明顯的不平等 那你怎麼解釋呢 所以這種就是生命的不平等 健康的不平等 但是它直接跟人口學關注的 議題有關 那社會轉型的意思就是說 社會裡最關鍵的不平等 即是產生重大變化 古時候的人就是大地主 就貧物差距 地大賺的錢多 所以說貧物差距 大家都來自土地 那現在就 土地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 很重要是重要 但是它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現在最有錢的人 並不等於最有土地的人 最多土地的人 最有錢的人 可能沒有很多土地 那表示說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大財團 它的這個資本 已經不是完全靠土地在積累 那這表示說 我們的社會不平等的機制 我們為什麼說 現在社會叫資本主義社會 是因為那個資本的積累 我們不會叫它 叫做土地的 封建土地的社會 所以就是說 那個最重要的 不平等的機制 產生重大的變化 而我們就是說 這個社會的產量轉型 再來就是 人口學所關注的 主要是指出生死亡 婚姻前期 還包括最近的議題 包括世代跟生養 就是出生率的變化 死亡率的變化 各種各樣的出生跟死亡的 影響的因素 結婚 移婚 然後移出移入 移民的數量 移出跟移入的數量 是怎麼變化的 然後這個世代跟生養之間的差異 那每個都會生亡病死 所以那個是公平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 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那這裡面也會 跟社會不平等有關聯 那我們講的 人口轉型 指的就是 出生死亡 出因遷行 世代跟生養的趨勢 產生重大的變化 從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農業社會 土地是主要的 社會不平等的機制 人口轉型指的就是說 這個有變化 就是從前現代的農業社會 到現代社會的發展 工業化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 經濟發展很初期 死亡率先下降 出生率後下降 就是醫藥發達 人死死亡率會先下降 出生率還沒有下降 出生率反而相反的說 會更增加 所以出生率後下降之後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人口爆炸 就是 往生的人少了 出生的人變多了 所以那個人口就會同漲 會發生是人口爆炸 壽命延長 然後呢 但是呢 過去的研究者認為 在人口轉型的末期 出生率會接間下降 高跟死亡率一樣 就變低了 人們會開始控制生育率 最後會達到一個替代水準 然後壽命廠會接間減換 最後就是人口會逐漸恢復平衡 最後就是人口會逐漸恢復平衡 大部分的 有些國家發生這件事 就是人口恢復平衡 這時候就是人口的 替代率大概是所謂的 每個婚育的年齡當中的 配偶生育了兩個小孩 那就是叫做替代率 人口替代率 那這個時候就是會變成是替代率 對於人口平衡的狀態 但是其實我個人很懷疑 我們在一個模型的後半段 其實是很可能 只有在少數國家發生過 整個地球 我們現在目前的預測是 這跟我們未來有去發展會有關 因為我們目前絕大多數的人口學家預測 1970年到80年代的時候 環境學者很多都說 人口爆炸 那時候戰後 因為的草人口正在爆炸 所以那時候的人很擔心說 人口一直爆炸下去 地球會滅亡 物質會 就是資源會不會全部都會耗盡 超越了地球的限度 可是呢 目前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口學的預測 都認為在21世紀末之前 地球上的人口就準備要衰退了 21世紀大概是 在21世紀末可能到270年左右 整個地球上的人口達到大概90億多 不到100億 會出現一次人口倒退 因為現在即使是在發展中國家 它的出生率也一直在下滑 所有的國家的出生率都在下滑 而且只有少數國家停在替代水準 所以在21世紀末之前 不只是台灣 台灣今年已經開始了 台灣今年是絕對人口下滑 這是所謂的生不如死 生出來的人數不如死的人數完 那這個已經發生在 俄羅斯跟日本六十幾年了 這個不是地球上的避色大陣 那以前的話是死亡率高出生率也高 但是那時候就是另外一種高水準的平常 所以人也不會一直爆炸 但是呢 人口不會像現在的 我們其實二十世紀之間 是從大概十幾億人成長到六十幾億 所以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 在二十一世紀末 我們可能會停在九十幾億人 甚至不會突破一百億人 接下去全球的人口會絕對的衰減 那這個會涉及到我們對未來的理解 這是其實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可能所有的社會 地球上絕大多數的社會 都要面對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 台灣只是第一波人 台灣速度比較快沒錯 出生率比較低沒錯 可是我們不是唯一 也不是可能是第一 可能是目前台灣的第一 可是這不是唯一 所以這個 接下來我們會面對很多有趣的問題 那是以前的人沒有遇到過的人口轉型 那這裡面被包含在所謂的 第二次人口轉型的研究裡面 那這裡面就包括出生率 受到性格裡面的病例行為的影響 改變了家庭的婚姻的意義跟行為 改變的主要是到第一次人口轉型末期的趨勢 很多的社會在這個時候 出生率繼續下滑 或者是死亡率反而高升 把它倒彈回來一點點 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變化 發生在第二次人口轉型的過程當中 那所以這裡面當然是有一些社會性的因素 也包括科技因素就是病例行為 那所以這個也包括說人類的發展性的因素 因為教育程度越高 受教育的時間越高 生率的時間通常就會被拖後 那除非你說大家都不要受教育 拼命生 我只會一直不可能拉回生育率 以前那個三個四個 所以這個第二次人口轉型當中 有很多的因素呢 是我們現在目前仍然在研究 其實每個國家社會都不一樣 那二十一世紀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現象呢 是某一些國家出現了超低生育率 超高齡化 它的速度比其他社會快 這裡主要是出現在東亞跟南歐 不是只有台灣 東亞跟韓國、日本、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 甚至未來可能會包含其他的 周邊的像越南 都會變成是超低生育率 然後超高齡化 這裡不只是發生在亞洲 歐洲的南端 西班牙、意大利、希臘 全是低生育率 德國也是 所以這裡面有一群的低生育率國 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就是非常重視父權、家庭品質 那這個可能是 這些超低生育率形成的一個其中一個背景的因素 我們等一下回來談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世代 這裡面就產生一個世代上的差異 世代還是指 受到重要世界影響 同一出生世代的群體 在台灣或者在地球上其他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出生的那個世代 到台灣可能是連續到228 百姓恐怖這個前段 這一段還不可能說有 中華大陸的移民 這一段裡面的人的生涯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我們現在的研究也知道說 他們的所得、他們的經濟狀態 其實是比後面那個經濟起飛時期的 他們的新壯年要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那個叫做 從經濟大恐慌大概是1929年之後出生 一直到1947年左右出生 大概48年左右這一代 其實他們是受到過去的政治經濟的局勢 比較多衝擊的一代 有的人說1929年之後 那10年就失落了一代 因為當時很多美國大黨 全球的經濟衰退 那這種就是一個世代 就是它有時候不只是指十年或者是15年 而是受到同一個時期的重要事件 全球性的專制性影響 或者是一個國家裡面 因為重要事件影響的 同一個世代的出生群體 那世代的物理等指的是 不同世代之間的權力、資源、生命機會跟風險 不是每個世代之間都有不平等 不是每個世代之間都有不平等 也不是這個 也不一定是哪個政令世代一定要負什麼責任 而是說存在這樣子的可能性 就是我們事實上有看到資料 確實台灣有幾段 我們剛才講到1948年之前出生的 可能1948年之後 一直到大概1974年之間出生的 1974年至75年之間 1948年之後就叫戰過英格朝 這一段其實是台灣經濟起飛 政治經濟條件最好 而且有很多想做很多權力跟資源的時期 那在這之後我們看到了一個 叫做我稱之為風世代 我的書上就寫到風世代 那個世代的人 大概1976、1977年之後出生的 他們產生臨次所得的下滑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 就是裡面可能包括了台灣的經濟轉型 就是社會不平等的轉型 影響了第二次國轉型 這裡面我們回去看台灣過去的一些文獻或者是研究 就發現說過去的研究其實是有漏洞存在的 大部分的研究通常是假設首先高齡社會 就是只有一大堆人退休沒辦法就業 所以他們會面對什麼問題 他們會面對長照和醫療問題 或者是他們會失能 或者是他們會面對年金跟老年貧窮問題 如果是經濟學或是學家就更多在談年金或高齡的貧窮 因為假設他不能就業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人口學會非常非常關注這些議題 或者是醫學會關注這些議題 他們假設65歲的退休年或60歲以上 人們退出勞動市場 沒辦法獲得收入 就只能靠年金 年金就是下個世代再富 那怎麼辦 會不會又好又窮 大家擔心退休金拿不到 諸如此類 但是呢 絕大多數的研究是沒有處理後面這一段 就是我們如果假設那些高齡者 其實如果健康他們都願意留在職場 那我們把它稱作為 到底這個就業是對於高齡者 是不是有幫助的 其他越來越就業 會不會是這樣 身心健康會不會有改善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到底這樣做是 世代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後面這個 不是前面這個 如果各位要來聽年金或者是長照 今天我們不會講這個 我們只會講後面這兩段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我們發現文獻當中最少談 過去的研究幾乎都不講這些 所以我們要談這個 那這裡面當然感謝周貴田老師 他們主持了台灣2050前瞻的轉型熱氣化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 為了未來高齡化要 是不是我們討論這個 過度集中在這個 是有問題的 要來討論 但我們全部都要討論 但是呢 是不是我們應該探探一下 未來2050年的台灣社會 它有可能是一個熱燃就業 跟要處理世代公平問題 世代逛跑的一個社會的結構 而不是把我們的眼光放在 時序要去尋找 誰看護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把問題放在這 那這裡面有一些文章是我已經寫的 那各位有興趣就去參考 那先看一下台灣過去40年的社會轉型 為什麼 我們現在講一個情因 就是那個第二次人口轉型 在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變成超高氯化 跟少子氯化 變成地球上可能是生育率 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 那這裡面呢 先給各位看一下過去40年來 台灣的一些主要的變化 那在公式代表本書我就有談過 其實全球 台灣就是面對一個全球化 兩岸經貿我們來開放 它有些什麼後果 那過去呢 其實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外貿很開放的地區的國家 台灣從大航海時代 就是貿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所以其實台灣的貿易的 對外貿易的依賴度 一直是並不低 但是在過去的2003年到2008年之間 各位看到 它從百分之70幾 一直上升到百分之120幾 在有一段時間 主要的成長來源 都是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易來度 也就是台灣在1990年代開始 這一波的全球化裡面 最主要面對的就是 從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開放 使得台灣的貿易易度 從百分之70幾 上升到百分之120幾 這表示我們進出口貿易的總額 佔了GDP的百分之120幾 比GDP還要大 比國內的生產還要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一度曾經因為所謂的 借級用人 下降百分之3 但是後來上升那百分之 曾經在2010年達到百分之13 也就是說台灣的資本外流 到外國去投資 一塊錢出去 這0.83塊是在中國大陸 曾經達到過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而現在是降回到0.33幾 就是一塊錢出去 三分之1在中國大陸 差不多是台商的營業成本 那所以過去的這個 前面的20年跟後面的20幾年 中間就是曾經經過一次 台灣的資本外移到中國大陸西進 貿易開放大部分的全球化的原因 是因為跟中國大陸貿易瓦瓦瓦瓦 然後這個就涉及到台灣本地的一個經濟轉型 所謂的後工業化 後工業化指的 工業化時期大家都理解 就是人們從農村跑到城市 跑到工廠裡面去工作 所謂的後工業化指的是 是服務業佔就業人口超過了製造業的就業人口 這個時間點大概發生在1993年到1998年 各位看到服務業所佔的就業人口 在這個時段超過了一半 這就是所謂的後工業化的社會 後工業化社會裡面有一個人的詞 叫做知識經濟 這個大家都二手問想 意思就是說 傳統的製造業靠手工靠體一點 附加價值不夠 所以要提升這個產業的 產業要升級 要更多的技術性的導動者 或者是說要用更多的 所謂的技術功能跟非技術功能之間的 所得分配會越來越差異越大 非技術功能可能會被海外的 因為我們資本在外面 海外的廉價的農民工 在中國大陸的工廠取代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就產生了一個 台灣的勞動力大量的朝服務業轉移 在這二十幾年 後面的這二十幾年增加百分之十 但是這裡面很多是低薪 集中在餐飲、旅遊、運輸、倉土 那這裡面當然也有高薪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就是 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彈性化低型 年輕人的勞動市場 很多就是所謂的day and job 就是沒有未來的工作 就是他沒有辦法下一步 有升遷的機會 或者有加薪的機會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後面就問題是在這個時間點 1998年之後 台灣也出現了這個教改 使得台灣的這個大學生佔勞動力的比例 在1990年代之前 95年前是少於110 十個勞動力當中有一個上大學 現在是7.27% 快四個 每十個勞動力當中有四個上過大學 那這個也影響很大 雖然說這對知識經濟來講是一件好事 這個是我們的勞動市場上有很多 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 理論上是高技術的勞動力 但是很高教育低就業 產生一個很學用漏差 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的現況 那在過去的前面的二十年工業化的時期 跟後工業化的時期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前面這段叫做 非手變頭家 白手起家 雇主越來越多 雇主從3%的人口 這叫做5.45% 很多人創業 然後這個做中小企業 然後這個當時的這個自營作業者 或者無仇家屬工作者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無仇家屬工作者 這個台灣人在講 比較容易理解 叫做逃給牛 他可以連到無仇家屬工作者 什麼叫無仇家屬工作者 台灣很多中小企業都是家屬企業 他可能不一定會變成家屬企業 他可能是夫妻經營的企業 那老婆可能沒有你薪水 那個叫逃給牛 他手上有贊本 他就是你薪水 這種叫做無仇家屬工作者 所以在1978年到80年代 其實台灣有30%的勞動力 是屬於這種家屬企業 一度甚至還稍微還要上升 可是到了大概1990年代末期 工廠開始外移的時候 它就開始下降 有一部分是上升了 變成雇主 企業做大 但是再下去就是 開始逐漸下降 無仇家屬工作者 這個開始在下滑 到了2020年本來是34%的 1978年有34%的人口 這屬於這種中小企業 這裡面包含一些農民 農民應該只有5%到6% 所以不是這個數據裡面的主流 這裡有34% 到了2020年剩下16% 也就是說台灣的中小企業 在過去的40年中間幾乎是腰窄 少一半了 那雇主呢 雇主呢 雇主曾經一度成長 有些中小企業變成大企業 雇主增加了 可是呢 到2020年你又倒退回3.9% 這什麼意思 這其實是說 台灣的企業在變大 雇主在減少 叫做資本集中 那這個 反映的最清楚就是 私營的受僱者 從50%變成70% 大部分人都變成受僱者 政府受僱者 政府受僱者 其實也是萎縮的 大概從1983年 達到12%的高峰之後 現在的政府僱用的 包括民營化 企業民營化 然後這個 育缺復補 這些政策因素影響 現在台灣只剩下 8.8%的政府僱用的人員 所以年輕的公務人員 進到職場 都很疲勞 因為以前是四個人做的 現在三個人做 差不多減四分之夜 那這個 失業率呢 也是大概在1998年 就是台灣的資本 開始外移之後 就爆生 一直到最近稍微降回來 在2020年 疫情的關係就上升了 所以 失業率基本上 就是跟著台灣的資本外移 在走 年輕人 老爸工作 一段時間低清 彈性化 問題很嚴重 但是呢 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我們如果看 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過去是不到四成 1978年不到40% 現在51%還是很低 在OECD裡面 跟先進國家也算最低 比日本還跟韓國還要低 但是差不多 跟日本還差不多 大概51%的勞動參與率 女性除以男性的平均工資 從1983年有資料以後 百分之六十四 到現在是百分之八十三 今年可能突破百分之八十四 這個差不多是OECD的 中段偏扣的水準 就是說我們其實 我們的工資比 男女的性別工資比 那地球上 對不起 這麼說雖然很過分 地球上的男女工資比 沒有一個國家是百分之一百 全世界的國家都 你可以說過多少歧視女性呢 所以因為女性需要生育 有很多的 過去的這個負選家裡 有很多問題 可是呢 美國跟香港的男女工資比 大概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八 也就是每個女性的就業 大概是男性工資 百分之九十七 就大得了 但是呢 OECD當然 歐中國家 或是每個國家都這樣 比如說匈牙利啊 希臘或西班牙 他們跟我們的數據 比我們的數據還要低 所以 這個 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 接近於歐洲 歐盟國家的中等左右 我們大部分的數據是這樣 但是我們生育率比較低 說實話 那 所以這個收益平等呢 也是在1998年到2020年 大概2013年、2014年之間 就是所謂的太陽花運動之前 是打到一個高峰期 那個是因為上一波的金融海嘯 在2009年、208年等發生之後呢 產生了更多的失業 把資本外移之後會出現更多的失業 跟頻度差距的問題 所以是過去的四十年來的 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那這中間也先會牽涉到 第二次人口轉型 在這個時間點發生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青年 就好面對了 日本外移跟這個 頻度差距擴大 然後這個 就失業率高 這些問題 那 這裡面就是各位看到 1998年以後 我們看到出生率就 其實出生率率都要下滑 下滑的速度 這一段時間當然是更加速了 出死亡率呢 下降之後又進漸上升了 這是因為其實那是 你的口即構反應 就是每一千人 每年要死多少人 或者是出生多少人 包括每一千人 結婚多少對 跟離婚多少對 那離婚率呢 在2003年拿到一個高峰 結婚率人在下降 但是離婚率的高峰 出在2003年 就是台灣的資本外移 台灣第一次經濟大衰 就在2001年 那個之後呢 就離婚了 這個離婚其實很反映經濟狀態 真的 各位說看數據 這個經濟再不好 離婚率就真的會變高 之後稍微降下來 但是結婚率也在下降 很多人都想乾脆就不要結婚了 那預期壽命是在上升 基本上還是在上升 那過去的五年當中 有兩年倒退 三年上升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 達到一個漸漸的 上升的速度開始在變慢 那未來 這個是未來 這個是國法會的推估 2023年到2050年 2023年他們的推估已經算準確了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要推 2020年也就是去年 就是生不如死 那就比方說出生率 出出生率會掉到出死亡率之下 你說這個其實是已經估計到 接下去呢 到2050年呢 死亡人數每年死亡人數 出生人數三倍 15%比男人數 那預期壽命雖然在上升 可是上升速度會減快 男性跟女性的差距會變大 那這裡可以各位看到 其實男性的預期壽命的成長率 是遠低於女性的壽命的成長率 女性現在是 大約是可以活到84歲半左右 男性大概就是78歲不到 所以是台灣平均 這個往生的預約 那這個 但是呢 人口學家關注的是什麼 人口學家關注的高年化的指標 就是以65歲為界限 所計算的 叫做扶勞比 也就是超過65歲以上的人口 跟15歲到65歲之間的勞動力 所謂的勞動力 也參與人口之間的差距 這個呢 台灣是在2013年 對這裡 2012年達到最低點 就是台灣的勞動力人口 最多的時候是發生在2012年 在這之後 變了越多人越過65歲的界限 所以它出現一個總扶養比 大聲的 扶養比裡面分作兩筆 一筆叫扶老筆、扶六筆 扶養比指的就是不到15歲的人 扶老筆指的是超過65歲的人 那接下去就會一直上升 所以人家說 年輕人扶養多少少的人 那個數據是在講 現在這個 22.5 就是100個人裡面 22.5個人 超過65歲 所以叫做被扶養人口 所以扶養比指的 勞動力人口 比那個超過65歲的人口 這22.5 100比62.5 然後呢 這個 扶老筆將來會當成到84 現在是四五個人 養一個人 未來是一個、兩個 差不多1比0.8 那 人口學家就是很擔心這個 叫做扶老筆 或者總扶養比的上升 那 中國大陸其實比台灣的狀況還要糟糕 中國大陸的最低點出現在2010年 差不多33.9 差不多34點多吧 出頭 他們出到2010年 他們總扶養比2010年 所以 整個東亞的狀況都是如此 但是 這裡面是 以65歲為標準的老化標準 是不顧平均年齡年後 對健康老化的問題 你看各位 如果我們現在是平均80歲 以後是要到85歲 未來的2030年裡面的人 還在越來越 所以 我能夠健康的活著的年齡還是往後拖 至少要拖四到五年 然後我們退休年齡在65歲 那一堆的人越來越多 越過65歲對我們砍人越來越多 甚至越來越健康 那 這個就是涉及到說 那我們接下去 如果我們一個年輕體系 大部分的資金都來自65歲以下的人口 那當然就會成問題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看待 人 所謂的高齡或老化 這個定義可以往後遠 那就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那 這個問題就出在說 如果畫定65歲 作為老化標準的 不顧平均年齡年後 或健康老化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越來越糟糕的 資料 結構 數據 但是呢 如果我們認真去看待 實際上 誰被撫養 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超過了65歲還在工作 我們還是在撫養別人 所謂的被撫養是指 你退出的方式長沒有收入 那 所以 事實上 我們看勞動參與率 從2003年這個最糟的狀況開始 他是在上升 台灣的勞動參與率是在上升 正正在撫養別人的 參與勞動的所有的人 其實是在增加 如果你去看撫養品 你就看到完蛋了 台灣撫養品只在上升 從34點多上升到40幾 意思是說 有40幾的人被撫養 但是其實台灣的 真正在參與勞動的人 是在增加 自從過了2013年 資本大外移情 那時段很多官場協業 勞工在那邊握軌 其實是變在變好 變好的原因 除了男性的勞動參與率 大概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 2013年開始回升 除了這一條之外 還有一條就是 不斷在增加的女性的勞參與率 所以這兩個平均起來 差不多一個 價錢平均起來 反正就有1900多 那如果我們把問題的管理 就是我們台灣未來 到底是誰撫養誰 真正社會當中是誰撫養 也是有收入的人 誰要撫養 沒有辦法收入的人 如果我們的管理 是在處理真正的撫養 跟被撫養關係 而不是去處理一個 65歲以上的被撫養比 那麼 重點就是要看好餐率有沒有往下降 到底 撫養比上升之後 往餐率有沒有往下降 可是往上升 如果越來越多 跨過65歲界限的人 一直在參與勞動 一直有工作 甚至可以選擇他自己想要工作 那麼我們面對高齡化社會 各位就不用擔心了 這不是問題 因為真正的撫養關係 真正的資源分配 並不產生 一個 一直從年輕人擠資源 起到高齡化那個世代的問題 也是高齡化那時候 還有一大半的工作 所以 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看撫養比 它就是變成 從34%的低點一直往上升 可是事實上是我們的勞參率值在上升 勞參率值在上升 所以 這個可能不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應該說 我們剛才講打棒球 如果你是用常打率去測量一個球隊 得分勝利的機率 或者是以性觀眾入場的機率 它還比上累率來的差 上累率來的打四外平保送也是上累 到累也是上累 所以 這個 重點不是一直把關注點放在撫養比 或者是撫老比的增加 而是應該要放在勞參率 如果勞參率一直存在一個高峰 一直能夠往上升 那麼其實根本不存在 什麼誰被撫養的問題 那 所以 台灣2050年的人國挑戰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有發現的就是說 世代的不公平 資本外移 還有性別的不平等 缺乏福利國家的照顧支持 確實是壓低上一個時期的 結婚率跟生育率 還有女性老參率的重要領數 只要女性老參率拉起來 就像我剛才各位不會看的 女性的老參率是這段時間 支撐老參率增加的核心 男性下降到2013年之後才上升 對 所以其實 它下降到2013年為止 開始再稍微回升 那這個其實很反映台灣 上一波的資本外移 因為應該說 戰後的工業化是一個男性的全資 全新的男性在外工作 賺錢回家養家 女性在家當家庭主婦 這個勞參率則40% 男性是80% 過去是成年高到80% 這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正在反慢的轉型 那這個轉型的過程 如果女性的勞動產率上升的速度 快過男性下降的速度 就會使得勞參率上升 這不是下降 這個時候高點化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不是下降 但是老師 你女性的可得 女性的男性在外工作 對 可是正在 對 你所得 持續的下降 對 你所得 您剛才的女性是 男性的心思比 會上升 是 男性的心思比 會上升 是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是要 我們要面對2050年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可能不是剛才講的 扶養比的問題 而是真正 您剛才提到的 是一個產業怎麼轉型 以及女性男性的 合作民有配置的問題 這樣子才會導致這個問題 否則你只叫大家去吹聲 對 我們這作業沒有意義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 要導致我們未來 2050年的 台灣的觀感是什麼 可能問題不是出在什麼少精密化 那個問題不重要 那個問題比較重要 是這個合餐率的結構是長的 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在講 我開始就講 上壘率 上壘率比 比安打率重要 對 對 都會增加等分率 所以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 扶養比 是不是不能調整呢 年後65歲的退休界限 並且提高合餐率 可能是最有效 那種 未來面對所謂高超高齡化的核心的 價值 我把它稱之為 勞動生涯價值有去發展 而不是去管什麼高齡 或者是我們人口要怎麼扶養 其實那個數據是一個參考而已 人口學上 用了65歲的絕對界限 換出來參考值 那 所以 首先呢 我們就是有這四整 路線 提高總和生育率 問題是我個人 在過去十年前 我也十年前 2011年剛才講的 中世代就講 少子女化是台灣為了面對重大危機 我現在只會推開自己的論點 我覺得少子女化可能不是那麼大危機 它是個問題 可是已經不可能解決了 就是 提高總和生育率 無論用手上是集中或補助 幾乎都不可能提升到替代血準 我們現在可能會把 所謂的 總和生育率指的是 這個15到45歲的 逝婚的男女性 平均每兩個人當中 會生出多少癌 這個新生兒 底下是15到45歲 男女性的總量 這個總和生育率 替代血準就是說 你生出兩個人 這批人生出來 那我們也支撐 這批人跟一模一樣的人口 那我們現在是1.0幾 1.03 就是說 我們在15到45歲 這個逝婚年齡 除上去的 這個生出來的人口 是不到 兩顆 每一對不到一個 一個多一點 1.0幾 那各位各位有興趣去看細節 細節其實不是這樣 細節是2020 大部分有生的 有接生的兩個 剩下有一大部分 沒結婚 沒生的0個 所以這樣出起來的 平均數是1 了解嗎 我們現在總和生育率 算出來是一人一役 其實並不是說 每個人真的家裡 也都不生育率 那是中國大陸 用一個硬式一臺化政策去做的 台灣是什麼 台灣通常生的 都會突破門檻 都會生兩個 沒有就沒有 一個跟三個比較少 所以其實是 事實的分配不是那樣 但是呢 不提升 多餘之餘會更糟糕 所以現在說 你到六歲國家養那些 還是要做 不能不做 不做會更糟 不做你又生更糟 你要怎麼補 但是呢 不要想像未來的 少子女化的那些補貼政策 真的會大幅的刺激生育 這不會發生 那會發生的是什麼 還有其他辦法 提高女性的勞產率 現在我們還沒有講到 女性的勞產率怎麼提升的細節 只講說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事實就是 勞產率只要不下降 就沒有被扶養的問題 那當然就剛才 這位女士提的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女性的勞產率性質是什麼 是不是低心化 女性跟男性的二元化 這個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日本、韓國 很多的女性的就業都是在 彈性低心部門 都是外交人 男性是正式的全職工作 有退休金 如果是這樣子的參與 當然會出現很多問題 就是勞動力的二元化 跟這個性別的部分感會延續 那這個 但是我們還可以來琢磨 至少我們先搞清楚 我們要管理的是什麼 我們管理的不是少子女化 我們管理的是勞產率 那接下去的問題是 改變高眼力 健康的話 然後退休 或者是退休後才找一份工作 這極有可能發生 很可能是最主要的解決方案 那接下去是引進更多新移民 等下你會看到新移民的資料 那所以 但是呢 後工業化未必會導致少子女化 一定會高齡化 比如高齡化全世界都發生 因為平均壽命在延長 那一段的戰狂營爾潮全世界都有 所以那一段的口一定都會增加 所以浮揚比增加是全球性的 如果我們用65歲做界線的話 我剛提過那是個錯誤的理解 那首先要面對的是 世代不公平和謝傅廷的問題 講老產力 我要解決這個 那 這個是給各位看看來講的這個 疫情之前 台灣的對外投資 到2020年為止 其實就是因為 在上一個世紀末到 20世紀的前十年 發生過一次 台灣發生過一次資本的大外影 現在開始大逃亡 2010年以後台商局就在逃亡 這從83.8% 每一塊錢出去 每一百塊錢匯出 台灣去投資外國 83塊跑到中華大陸 現在是降到33塊 那剩下的錢跑哪去 剩下的錢跑到亞洲其他地區的新南向 還有一米跑到美國 然後這個是加勒比海 以前是這裡最多逃走 這叫做冷碎天堂 那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海外四點錢 一米錢中華大陸 還是最多還是在下降 南向大概就是 占中華大陸的金貝 還不六十 另外跑到美國去了 還有躲在裡面 射天堂的也不少 所以台灣海外就是四筆錢 那這個在下降的時候 會影響到國內的工資 因為那一筆錢出去的時候 就是為了追求這個農民工 很便宜 然後動力 變相就壓低台國內的工資 這叫台灣失業率 那這個就是過去的 這個台灣的社會不平等的 所得分配 跟在各種報酬的來源 台灣的這個是 家庭收支調查 如果我們把台灣人的所得 主要所得其實是 這是總所得 這是受戶人員報酬 跟產業組所得 這兩筆加起來要增196公元 台灣人的所得當然不是來自工資 就是來自營業利潤 就是雇主的所得 所以這兩筆 其實 這兩筆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過去的三十幾年來 就是雇主的所得上升 新中產階級 技術功能所得增加 然後呢 非技術功能 就是社會上的那個 多數的勞動者的薪資幾乎沒有成長 然後自營作業者稍微有上升 那所以過去的三十幾年來 就是出現了一個台灣的屏幕差距 跟著階級階場的不同 而分化 導致之間在分化為一個局勢 但是呢 如果我們再把它細分 產業主 產業主所得的 因為他不領 他只有少數人領得 也領得薪資 大部分都是領 產業主所得 所以這個拆開來 會變成這樣 那薪資的差異量 只會來自這個 技術功能 非技術功能 勞動力的差異 那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因為財務所得 造成的 那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面 我們有發現說 對中國的依賴度 跟台灣的 中低收入部的人口 成相當大的正比 2009年以後就跳脫了 這是因為 2009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台灣調整了 中低收入部的標準 在這二十年中間沒有調整 在2009年調整之後 就往上拉了 但是他還是一樣 對中國大陸貿易貿易 全球貿易貿易 全球貿易貿易 在程度越高的時候 台灣的 總比 落到中低收入部以下的 人口再增加 那 另外一個 就是 我稱之為中世代的 這是1977年以後的 實施所得 各人手得金物價調整 2011年的基期 算出來 1977年以後出生的這一代 大約是1998年 我們剛才講那個 脫工業化時期 進入職場 那時候他們二十歲 1977年出生 1997年以後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進入職場 這個世代的人 基本上他的平均薪資 要比前幾個世代要 前幾個世代的購買率 其實是很穩定的 特別是占貨因而潮 1946年以前的是比較低 1946年以後的這幾個世代 其實他們的 每個年齡層的購買力幾乎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過去 台灣社會變遷 從1990年以來的資料 堆積起來 發現這幾個世代的所得都差不多 真正的購買力 以前的世代 領三四千塊的薪水的時候 一碗牛肉麵是二十塊 現在領了兩萬元 薪水就一碗牛肉麵一百二百 或是現在兩百塊 所以照兩百塊的時候 這個世代 其他薪水沒有上升 這幾個世代薪水都有等比例的上升 所以他們的年齡跟他們的收入 是一個很漂亮的弧線 像彩虹一樣 可是呢 到這一代 這個弧線 就跟不上前面這幾個世代 特別是前面這一段 我們用2017年的資料 在2017年的最前端的這十年 就是1977到1987年到1993年之間出生的 這一段是最糟的 就是他們怎麼購買力下降 那這一段也是我們現在出生率下滑 最核心的部分 因為我們生率下滑 1999年開始 所以 那我們再把這個不同世代的人的收入 再把它拆開來看 那到底差在哪裡 這個是總所得 這個薪資 這個是財業足足的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他跟1979年後出生的產業主所得 其實他也開始在直追前面幾個世代 他跟這個1949到1958年出生的產業主 是差不多的 這表示如果今年創業成功 他跑去當產業主更能之方 其他的收入並不低於前面幾個世代 至少前兩個世代的人 不會 就是他不會比1958年前出生的人更糟 他會慢慢的追上 這個目前輕壯免的 就是1959到1978年出生的這一代 就是1959到1978年出生的這一代 現在45歲到65歲之間 中壯年的企業主 可是呢 受戶薪資卻一直是平行線 也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就是一心跟什麼 幫助青年去創業成功 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談的 世代正義的問題 就是這個世代的人 我們來講的 1977年到1993年出生的這一代人 怎麼樣的補貼 或者是創業的資金 或者是薪資的提升 灌到這個世代 那這個對拯救我們的生育率 沒有太大幫助 因為這個大概現在44歲到30歲 差不多剛好 可是其實那個最前端的可能已經 已經不是已經開始在脫離 就是不因為生育 但是基本上這事情要做 不是因為要刺激生育率的關係 是因為這個世代分配 出現一個重大的問題 就是男性跟女性 平均薪資 那這個是女性出生的年次 年次跟她的薪資 跟我們現在的市場上所得的薪資 是家庭所知的 這個是男性 到了1983年、84年之後出生的 基本上他們成長的薪資 但是沒有統計差異 也就是目前的年輕人 現在進到勞動市場 他們現在還沒有開始分化 也可能他們年紀大了會分化 就生孩子之後就推出勞動市場 進出會下架 影響他的生涯規劃 但是不知道 但是男性跟女性呢 裡面的婚姻狀態跟他的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把資料連到 他的生育行為 所以我們只知道已婚跟未婚 那已婚的女性 男性各位會看到 一旦他已婚 他的薪資就下滑 要等他過 要稍微年紀 稍微再成長一點之後再回來 然後未婚的女性 反而是越來越高 那男性呢 男性正好是反的 男性就是 已婚的男性 其實都是薪水高的這一群 而未婚的是在這裡 這是因為他們結婚所以賺價錢嗎 當然不是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的分析告訴我們 是因為他比較有錢 就不會結得成婚 他在婚姻市場上有優勢 不是你有房子有車子 你就通常有錢就不會結婚 所以在這個年齡段下 就是結婚的人 男性結婚的人薪資會上升 可是這個沒有發生在女性 女性哪位只能得到一個懲罰 就是往下掉 所以 這個 我們要寫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女性一旦脫離職場 就會往下掉 他不結婚反而薪資會上升 他怎麼會有理由結婚 結婚好像奉養公婆 勞動力一份變兩份 打兩份工 還沒有薪水 回家沒薪水 做公分 那 這個顯然 這個是不可能解決 性別物品點 世代物品點 這些問題不解決 且沒有盲目 我們後面要講那些 什麼生育率 那個都不會解決 那個貼本 補貼性的 只是 補貼到那些 反而是結得成婚的人 所以就這裏面 就有很多正義的人 是否正義的爭論 那我不反對補貼 畢竟已經要 如果已經要生了 補小補 就是 這個 事實上是整個 托育 照護 體系 都有 很大的改造 那 所以 台灣的世代不公平 過去三十年薪資停止 主要壓金值 一切零萬一 都到2013年之間 進入職場 世代的薪資 2014年 台灣那時候開始好轉 好轉不一定是因為這個運動 可能是因為台商在撤出來 那 但是也是因為 就是 這也是一個政治表達 其實他們是有理由的 那 原因是 這個 兩岸投資跟貿易擴張 後半月的服務業提醒來 進行工作擴大 那 青年專業或繼承者的收入不低 但是人數太少 因為資本外移跟繼承者 沒年後 剛才沒看到那個青年如果 他變成股產業主 所以他薪資不低 可是 我們講是1977年 我們剛才數據1977年 都那個世代 但是呢 這個 他們的人很少 然後呢 那性格不明顯常去認婚姻行為 來個關聯 所以跟親自的研究 讓我們很清楚知道 性格不明顯是個問題 那性格不明顯是個問題 那性格不明顯為何解決 房價跟婚姻行為之間的關係 就是目前 我所讀到的研究 我自己還沒有開始做 因為我們房價的資料 實價登錄 資料太少了 才兩三年而已 所以 這個房價的 房價匯率或者是婚姻行為 這些總體的 還有就是房地產的因素 到底會造成什麼後果 沒有辦法 很好解決 但是呢 可能有關 就是 高房價可能會壓制生育 這在東亞 是很明顯的 那 所以 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果歸西不能逆回合處罪 我們知道說 經濟 經濟不是唯一或者可逆的影響 婚姻行為的因素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二十五歲到三十 到四十歲之間 遇到經濟甩腿 然後你 把結婚時間拖到三十五歲以後 那你是不是會生育行為 就算經濟好轉 你生育行為 也不可能回到二十五歲的時候 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說 我們現在補貼你 就要你把小孩生回來 哪有這種事 真假有這種好事就好 所以就是 不可以完全逆推 就是我們現在補貼 比較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世代的落差 有一個嚴重世代不公平的問題 但是呢 不代表 做了這些事之後 生育行為就會 馬上就會吹呼吹呼吹聲 就是 大家留意起這個 即使前面那個經濟原因是對的 也不記得代表 經濟補貼就會造成一樣的回復 然後呢 其實最可行的 高齡化責車身 提高高齡的馬餐飲 如果是以年後退休來 改善馬餐飲 真實的復勞 那我們的問題是 這樣做會不會使得 世代不公平更糟呢 有時候我們現在 高齡者一直都繼續做 那年輕人會不會說 你 你站著我的位置 我失業高是因為你 你不走 有沒有這個情況呢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開始 做這個研究的第一步 就是先做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去談完 世代公平 我們要談六零就業 健康高齡化責任後退休 健康高齡化責任後退休 到底得不開心 會不會引起更大的世代不公的問題 所以 人們願意年後退休嗎 年後退休 到底對高齡貧窮或身心健康有幫助呢 那年退休就業 會不會排起青年世代的就業呢 其實沒有什麼的研究 這是因為 即使你抓到歐洲 德國 日本 他們也是最近五年 才年後退休的年齡 所以沒有什麼真正的研究 做清楚 這些問題 有沒有一個統一的解決 有沒有解答 那所以 我們用了什麼資料呢 我們用了2016、19年的 等一下各位看到 台灣智慧相調查 詢問年後退休 其實 年齡越高的越同一 這個很違反常識 等一下我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呢 我的意思是說 應該是 人們都會想像說 另外一個世界更美好 就想說 我覺得 退休後的世界 一定會比退休的事情更美好 等一下我們看到數據 真正退休 真正退休下來的人 可能不是那麼小 所以 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一下這個 第二個問題是 2018年 台灣老保老年年金的 清明紀錄調整到60幾歲 我們使用了這個資料庫做了研究 剛好那一年 2016年2017年 提高了 老保老年年金的年齡 年齡 然後退休了 那到底有沒有對20到23歲的 失業率產生作用 這是我們想要實證 想要了解說 所以第一次發生 那我們剛好看台灣的情況 排擠 結果其實沒有出現排擠 20到23歲的勞動力市場 其實跟 跟50、60歲退出去的位置 不是同一群位子 年輕人 擠得要去的人 還是台積電 電子業 那些 那些產業不是 現在高齡者搶先退出的 因為高齡者搶先退出的是營造業 高保障密度的 然後這個風險大的 那因為我們職場一直不太安全 這個 以前講可能沒感覺太有格好之後 他就沒有感覺 這個工地啊 管理有很大的問題 那 所以我們退出勞動力市場的 那些position 不是 年輕人進去的position 所以不存在的替代管理 所以現在年後退休其實是 年後退休政策出現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59歲60歲 大量減少 為什麼 搶著退休 搶著這個政策實行之前 趕快我符合標準 快去退休 有些人可能還不搶退 只想說我要年後一年代 你退休已經不行 我趕快去 反而是變成搶退了 負這個就表示說 剛才兩個年齡層 59到50歲 大幅地搶退了 減少了活動參與 所以我們的發現 剛好跟我們這個政策 在講的事情是相反的 就是年後退休的那一年 那之後我也在恢復 可是年後退休的當年度 正好要退休的 他的行為 是趕快去搶退 很合理啦 其實 但是呢 他在20123歲也沒有排擠 所以我們並不存在著 把高齡者 女後退休就導致年輕人失業 這個問題 研究上發現有沒有 那2020年呢 我們首次加入完整的 退休事件的提出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們的研究的資料 那這個是 這是2019年 贊成男性退休年齡延長 各位看到 其實65歲以上 已經退休的人 就更加贊成 退休年齡延長 相對的 反正四十幾人 願意年後自己 退休年齡延長 這裡是 女性是只有 百分之二十八點多 可能是因為女性在職場上 跟我們那樣講 是屬於低薪 條件不好 有關 不想維持她 可是男性其實還有四成的人 想說 其實我退休了 可是我其實很想年後退休 這個 現在的 中壯年的人 是相反的 你還要叫我說 二十年變成年後到二十五年 哇我累得要死 上有好下有小 趕快六十歲 你退休就退休 但是事實上 已經退下來的人 不是這樣想 已經退休下來的人 我覺得 事實上發生的是 經濟安全感 不足 然後自己的退休金 成為唯一的所有人 會想要去投資 然後肯定要炸票金 總之就是有很多的問題 出現在六十五到七十 甚至於 去年我記得一個數據 我不確定我去嘲笑 去年離婚率最高的不是 一般人都是剛結婚 前十個月最後會離婚 但是去年離婚率好像 我記得是出在六十到七十歲之間 也就是現在是退休後 不能相處 發現兩人不能相處 然後就 就人很多 可能在 這幾個月 是超過了 那個年輕人的離婚 所以就變成說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其實 對退休生活的想像 跟他真正進入到 退休生活之後 完全是兩回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要提醒 那些在座壯年的人 想像自己退休 可能會過著 沒好生活的人 其實他們的未來可能是這樣 所以退休在這月的收入到底怎樣 如果未滿六十二歲 這是我們未滿六十二歲的平均收入 大概四萬六 達到六十二歲還在工作的 大概可以選到三萬大 就是他沒有退休 他沒有選擇退休 然後 從來沒有工作的人收入一萬多 勞保退休的 但是沒有在工作的人一萬七 勞保退休有工作三萬大 就是退款後又有工作 軍工教退休四萬二 軍工教退休又有工作的人 可以拿到七萬三 所以退休後再工作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層值 而且經濟上的 其實會有很大的經濟貢獻 會讓這個所謂的高齡的 高齡的貧窮 其實是會解決一個問題 那接下去是主觀健康 就是你到底對你現在健康 是不太滿意還是還算滿意 平均值大概在這個中間 最終不太滿意 三分還算滿意 未滿六十二歲有工作的人 平均分是二十八點 二十八十分 達六十二歲有工作的人 是二十九分 也就是其實那些比較健康的人 會繼續留在職場上 或留在職場上 會繼續比較健康 那從未工作二十七分 勞保退休二十六八分 勞保退休又去工作的人二十九分 然後這個軍工法退休 跟有沒有工作就影響不大 那這個有一個所謂的內生性問題 在我們所有科學的研究上 就是我們不知道是因為他健康不好 所以去退休 平常退休了 還是因為健康好的留在職場 還是因為重新去工作 或者繼續就業 所以他越來越健康 相對於他同學名稱的人 就是我們不確定這個是因為工作所以健康 而是健康所以工作 那這個很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我們可以看其他人數 就是這是心理健康症狀 就是有症狀的人是這一側 沒症狀的人是這一側 一樣 達六十二歲有工作的人 勞保退休後又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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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心理健康的這些 憂鬱指數 這邊是屬於沒症狀的 這邊是屬於沒症狀的 就是比較沒症狀 然後呢 這個 退休再就業 快樂感都會比較高 快樂感都會比較高 幸福感高 所以 這個 來時跟我們一路也一樣 所以我們研究發現是什麼 無論是勞保退休 或是未來退休 持續工作 或再就業者的所得的 極限限量快樂感受 滿意都比較高 然後呢 高齡者當中也有三四層的人 願意再就業 或者甚至零退 高齡就業 不會假限有青年就業的 青年世代的機會 然後呢 持續工作可能有助於 介紹發理貧窮 或者預防高齡退化 那接下去當然還有很多 可以看討論 所以我們講 剛才那三條 增加女性修業 年後退休年齡 最後一條是增加移民 如果我們要改善這個 勞動財務結構的話 移民進來就直接勞動財務 那事實上台灣很少人發現 2015年以來 台灣已經變成是移入國 我們解釋說我們人口外有 人才外有 那事實上在2015年以後 我們已經變成能才流入國 那流入的部分呢 這個分作幾種 規劃婚姻 學生移工 移工裡面有分產業社會 輔專的人士 那事實上我們是因為過去的幾年來 大幅開放的產業移工 特別是產業移工 所以導致我們的移民人口 現在有85萬在國內 那裡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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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最多的目前已經變成是越南了 大概25年 如果可以就少一半 大部分是越南 然後呢 學衛生裡面呢 港澳跟外國生 這個大部分增加 然後呢 這個產業移工裡面 最多的是越南 社福移工最多的是藝民 但是越南也佔很多 所以其實最多的是越南 我們現在移工的來源國 那專業人士裡面是馬來西亞 跟印度成長的最快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因為 我們資本在南向 所以我們對南向國家的這個 移民的連結度一直在上升 然後呢 移出 移出裡面到中國大陸的在減少 南向國家的在增加 然後呢 留學國其實這個都很穩定 所以最後我們的流出大概是78萬的 所以我們流出大概85萬 流出大概78萬 所以二零五年開始 台灣從無敵出國變成移入國 移出人口從廣漫的 從中國大陸以降南向國家 或轉排 移入人口的結構 產業移工照片數 五十萬當中 越南籍二十萬 社福移工次資 其中一名幾個之二萬 決勝第三 然後這個專業人士三萬六千萬 外推大概兩萬 這個是我們的移民的結構 所以 想像中沒有全球化的精英 吸引什麼高階白領 事實上不是這樣 要說我們一旦開放移工 移民最多的就是馬來西亞印度 南嶺移民最多的是越南籍 大學有些生意經營 你趕快把馬來西亞越南做到 如果開放移民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 那我們就要做好這樣的準備 我們在產業移民事實上是中介化 那這個 中介化 最近 最近會有那個 曾岳芬老師的演講 在社會系 都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聽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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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的研究中心 然後這個 所以 這個 已知的研究成果 提高總和生育率 無應用什麼或是基礎補助 都不肯提升到 替代水準 但是呢 不做更糟 提高女性的產力可能有用 但不知道會不會有用 因為女性的老婆條件如果不好 他可能寧可在家做照顧的 這其實問題很大 那 還有很多需要去提升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改善 那 改變高女性的移民 今後華爾街就最不用 但是當然有可能 有人不願意 那 你現在做一定是強制性的 62歲年 他就53歲 就63歲年 我又是14歲 已經那麼幸運 你要有政策承擔 還有一些問題是 這次演講 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個人也就不覺得 我有辦法處理 婚姻跟家庭解鎖 鼓勵愛家 或婚外生育 也就是完全兩條婚外道路 那因為 外國現在是婚外生育正主流 所以我們會 但是我不確定 這個在台灣有用 那 超高齡的話 即使鼓勵 勞動參與會議 其實還是會有私人能夠增加問題 就說健康老化能夠增加 那 只不過有尊嚴體面的死亡 這是另外一個 以後也會面對的問題 但是這次演講 我們沒有談 然後高齡的話 的事項政策裡面 都要配合科技的研發 我們把它稱之為 創新福利國家 就是用台灣的科技力 去輔助這四條 總和生育提高 你去參育提高 你去想參育提高 高齡更健康老化 並且是牛腦腿胸 你進更多心理 這其實都需要做自己的大力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要 今天的演講 就是講這個議題 那就請他在這邊繼續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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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